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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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Uganda 現在這次是我的四次在中國 我現在是一輩子 它不在乎你是白或是白 你從哪裡來 但如果你有活動 人們會喜歡你 我作戰 我作戰是我的生命 作戰 你必須做的 身體 像是一種防疫情的, 像是一個戰鬥, 像是一種防疫情的防疫情。 我們不必用不使用的藥或是假如 這就是我還要把我的運動作在絕對上的兩種的靈體。 你知不知道,當我沒有戰鬥? 我就是要發現世界上的故事, 因為世界上的世界, 因為世界上的世界 这世界是全世界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们永远都会认识 我们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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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和女士 现在 这就是 Blue Connor 由 UTA 我们会认识 UMA SAMADAN 接下来与他对阵的这位选手 当然也实力非凡 这位选手来自罗马尼亚 他是2016年 WMTF的世界冠军 来 让我们有请红包选手 来自罗马尼亚的 Andre Lustein 你一直都知道 自己做得到 工作一致 为了瞬间的爆发 你喜欢吗 工作难道可以代表你 难道银行存款可以 衣服也不能代表你 还不快停止无聊的废话 来一场拳头与拳头之间的较量 把握机会 坚定你的立场 身体不需要温室 而需要被敲打 你需要变得更多 现在我将冠战 我将冠战 这是邦尼亚 Andre Zustin 我们重新做自己的英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川卫视 与四川汉文文化联合打造的 俄媒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 西窗战的比赛 我是东尼 我是董江涛 本场比赛是七值公斤级 自由国际的超级战 和方选手是来自 罗马尼亚的Andre 来方选手是来自 乌干达的乌马 乌马呢 我们应该相当的熟悉 在俄媒传奇的擂台上 曾经一名惊人 给大家带来了一股 黑色的杀伤力 从这边乌马整个技术的特点 他的动作伤伤力极强 而且攻势的比较灵力 有着比较鲜明的这个战术特点 对 他是沙哈拉尔男 非常最优秀的这个泰拳选手 有着乌干达英雄之称 他在泰国已经住了七年了 在泰国练习泰拳 对手Andre呢 战绩也不俗 分别是15年16年 WMTF的世界冠军和欧洲冠军 是 就是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战斗 但确实从场上的表现来看 双方的实力啊 都有着非常惊人的攻击力 在跟乌玛的交流当中呢 他心怀着这样一种思想 他说他尊重天地万物 但是他不怕任何东西 除了那个 造出天地万物的那个人 这个无关 这无关任何忠孝信仰 他说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而且他也不抽烟不破解 因为他认为说 始终相信冥冥当中有一个力量 对 来造出了天地万物 他不抽烟不破解 他说这样的一种习惯 是对他这个活跃的这个 生涯当中最好的一种保持 这是一个个人的一种 人生的信仰 现在乌玛是步步紧逼 双方的进攻方式呢 都比较相同 拳也有 腿也有 而且的组合也打得出来 进攻的力道呢 双方也都起鼓相当 是的 但是我们看乌玛似乎在节奏上 和压迫的这种能力上 要比安德瑞烈胜一筹 对 刚刚这个乌玛一个中段扫踢 安德瑞非常淡定地指了指说 要高一点 你要注意了 不要踢到我的彈簿 非常淡定 安德瑞组合拳法的这个能力相当强 对 双方的步伐都还是 比较灵活的 对 一个是 灵活的向前压迫的移动 一个是迂回的后撤 左伞 右伞 双方第一局呢 演示上都差不多 但是乌玛的压迫感更强 但第二局这个红帽选手 有些反攻的态势呢 是 因为第一局 乌玛可能让她感受到 强大的压力 对 所以第二局到司徒要打破 这种局面 对 这种局面 双方呢都是有拳 双方进入龙角 双方呢都是有拳 有腿 也有组合进攻 但是呢 我们看 安德瑞这种组合动作 像是提前计划很好的 一瞬 直白钩或者加小踢 这个比较量化的一些动作 乌玛的组合动作 是相对来说 比较根据当时的这种情况 做一些合适的一些逃走 所以这样看起来 乌玛的可能 技术更高跳一些 对 在理解上可能更得心认好一些 但是就像刚才第一局说 双方的杀伤力都很精人 任何一个选手都有可能 给这首造成动机 这个中端小踢 我们在现场可以听到 非常清脆的声音 对 这是乌玛的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转身的后白腿 没有稳住自己重心是吧 这个出后白腿的 这个实际相当的巧妙 对手打组合拳的时候 一见压迫 然后乌玛后撤的时候 出其不一地打了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力量 各方面有些欠缺 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乌玛一个顶膝 对手打组合拳 乌玛的这种得势之后的 腿法或吸法的追击啊 跟着相当到位 对 在乌玛得势之后 她依然没有放松紧地 她的防守非常紧 所以说在这个红包选手 对于她的一些拳法的 头部的击打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打到这个乌玛的 是 这种清晰的后考 我们看有没有放松紧 你看这个安德瑞每一次进攻啊 组合拳的速度相当快 蹦蹦蹦好几拳 而且有人看得出来 从她身体的肌肉 包括她发力的姿势上看 这个力道也有 但是每一次都是打在乌玛 这个防守手臂上 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来啊 透过手臂的这种渗透力啊 并不强 是的 这也是乌玛对距离的控制 包括对节奏把控的一种效果 现在乌玛在后退的时候 一个安德瑞的后手抽拳 给了乌玛一次中击 对 乌玛有些恍惚了 是乌玛暂时地陷入了一个 被动的一个状态 现在第二回还有之后十秒钟 就是乌玛不能掉以轻心 对 不能松懈下来 这个在赛场上特别容易 因为一次的失利 然后就是被 比赛的这个状态就掉下来了 对 我只在痛苦的瞬间创造 那些骄傲多么重要 我只在痛苦的瞬间得到 好 刚才通过第二局最后的 快结束的一个时刻 对 安德瑞利用自己的组合拳 给乌玛造成一次中击 并且由此呢 导致这个乌玛整个状态 也会下滑 也会下滑 对 但是在这个调整过后 但是我感觉这个红黄选手 安德瑞利 这个气势现在上来了 所以说对于乌玛来讲 虽然说安德瑞这个整个进攻 从这个时机的把握方面 包括节奏的这个调整方面 显得比较机械化 对对对 但是你也不能说 因为他的这个杀伤力很近 所以你稍微一个 就像刚才扣闪的一个 稍微不留神 对 就会重击打到你 对 导致你整个局面跳滚过来 对 现在这个安德瑞利 在第二回合得励志 好击三回合 整个的状态好很多 而且刚刚这个主动这个 要求现场的气氛 对 现场观众的感受 所以乌玛虽然说 双方在进攻的时候 乌玛的手段更多一些 是的 但是你在防守的时候 这个千万不能掉以轻轻 因为虽然 安德瑞这个进攻方式 比较单一啊 组合拳啊各方面就是 但是他的杀伤力确实很大 你看又手又掉下来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进攻的袭击相当的到位 趁着乌玛做一些弯腰的 一些身体的一个左右的伤肚 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挨到 这个疼心肌了 在董老师的眼中 现在乌玛这些假动作 是在卖动还是说是在 有一种战术上的一个 他说可能是要做一些 战术上的一些调整 使对手呢掉以轻心 但是安德瑞给我的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 我可能这一套打法从一开始 在第一秒钟开始到最后一秒钟 我会一直地坚定地执行我这个打法 所以乌玛 所以自己站住的执行力 不会受到乌玛的一些 类似于这样的干扰而改变 这个 这个时候乌玛就显得有一些卖弄了 你看 刚才的躲闪之后 差一点有一拳 最后一个屏勾 差一点又打到 其实 我袭击居到腹部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非常喜欢有个性的选手 但是我不适合在台上卖动的选手 是的 在台上你就应该像一个精逼的机器一样 输出你的技术 尊重你的对手 对 尊重自己 尊重现场的观众 可能有一些选手是 其实战事上的一些地益的是 要对手上兴体力 故意做了一些动作 或者说挑动对手的情绪 但是像对于乌玛现在这种状况 因为你没有明显地对对方 有一些很大的优势 对 你这个时候做出这些动作的话 是很危险的 对 只能是让自己更失利 从第三回回答中 这个 同胞选者Andre表现非常优秀的 拳法的这个实力 是的 而且毫不松懈延续追击的这种 打击的力度 好 接下来我来宣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本场比赛所有的裁判 给出了一致的裁决 29比28 All the judges give the same scores 29 to 28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inal 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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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红加之比赛的 结果 Feaba Beat Ret Corn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王者选拔赛 在这样一个所有的拳手聚集最多竞争最大的一个级别当中 我们才可以体会到国际的最强震撼 即将为您请出的这位蓝方拳手实力非凡 在我们俄眉传奇的拳台之上 说实话表现有点起伏 不过期待2017他能有不错的成绩 来吧朋友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蓝方拳手 额眉少侠赵传林 比较内向 在平常生活中不怎么爱说话吧 但是我对搏迹非常热爱 我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很好的拳手 只要是拳手 他都在乎输赢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我一场场比赛下来之后自己的成长 一次次反思 一次次积累 才能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新的一年突破自我 再接再厉 我会带来更精彩的比赛 现在这就是Blu Canon 从中国 赵传林 接下来呢 即将为您请出的这位选手 也是实力非凡 他这两年呢 在我们国内外的顶级赛事当中 已经掳获了几个冠军头衔 他的实力足以支撑他 在我们额微传奇的拳台之上 走得更远 让我们掌声有请红包拳手 拳台火药 贺 彪 大家好 我是火药贺彪 有人说我张扬 这是我的力量 二 我有自己的欲望 三 我留下的汗水 绝不会浪费 2016年 在西昌 失败告终 2017年西昌战 做 正义的起点 现在 现在 这就是 阿尔 从中国 做 什么声音 做 好 喝 別 1 8 鵝眉全奇做自己的英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四川衛視 和四川漢文文化 聯合打造的鵝眉全奇世界格鬥 冠軍賽CG戰的比賽 我是東尼 我是董江濤 本場比賽是男子65公斤 及自由搏擊規則的 世界王者選達賽 紅方選手賀彪 藍方選手趙傳林 趙傳林在2016年度 這個65公斤及軍邀帶中國戰當中 富於安保劉輝也 止步於16強 但是這個安保劉輝也 也是一個實力三方的選手 這場 那場比賽我記得 記憶相當清晰 趙傳林是在被安保劉輝 打了一個重擊獨秒之後 依然保持的比較清晰的思維 完全的鬥志 在第二季又反倒 又擊倒了安保劉輝一次 那場比賽相當地精彩 對 相當波折 從今年開始 17年 我們傳奇重新起航 趙傳林也重新開始 從零基礎一開始打這個 六十公斤及世界王者選王賽 是的 重新開始 這過程將更加知覺 我們這個大家一起看 趙傳林能走到哪一步 我相信今年人們傳球六十五公斤的世界賽 會吸引更多的世界 更加水平更加高的選手 過來參加 是的 好 趙傳林呢 這個在整個技術體當中啊 對 拳法呢比較出色 是的 好 互相的至少的打擊 就是一個慘打的挑摔 但是沒有效果 好 好 好 雙方啊 在進攻之前都在進行身體 包括這個 前手的一些晃動來干擾對手 是 這個賀彪呢現在 打得也非常積極 由於趙傳林在去年 我們傳奇的擂台上 打出了很多的這個痕跡 所以說這個對於賀彪 了解他的對手 就提供了很多資料 而且賀彪也做了這方面的工作 賀彪跟我說呢 他感覺趙傳林是一個捷 對 揍彪非常好 全好都才提出的一個選手 賀彪的判斷 或者賀彪的總結相當對 我們看現在啊 場上呢這個趙傳林 仿佛已經進入了自己的節奏 不斷地利用自己的步伐啊 虛晃對手 然後啊 快速的前手和後腿的低掃 進行進攻 剛才藍方選手趙傳林 有兩個起腿 非常明顯 這個起腿是做一個假動作的虛晃 對吧 對 我們看你看現在 貨彪是有一點掌握不住 趙傳林的距離 雙方互相的換拳 聯繫的組合進攻 在這一輪的聯繫的 互相的這個進攻當中 我們看啊 趙傳林的這個擊打的效果 是不是更加明顯一些 對 戰鬥開始爆發的瞬間 整個城市裡頭 整個城市裡頭 過於新年 戰鬥開始爆發的瞬間 整個城市裡頭 醒來的起點 哪一個期待 承擔不止的商店 恐慌的眼淚慢慢浮滿了 3 3 2 好 比賽來到第二回合 我們在第一回合當中 趙傳林一直在保持一種 不斷的步伐的跳動和前手前跑的 這個失防 就讓鶴彪啊 有一點掌握 琢磨不住這個 對手的這個距離 以及對手進攻這個時機 對 從第二局一開始的這個狀態來看 趙傳林一人保持這個時刻 時刻 時刻就給了很多假動作 保持自己身體的一種激動性 是的 晃動對手這麼一個 做假動作的這些 你看又是一個身體晃動 但是這個鶴彪對於這一戰術 也不買單 也做出了自己想用的這個 反正的判斷 對 前手的肌腐後腿高掃 也是個典型的自由搏擊的打法 就是前腿的配合 非常巧妙 好 左右之拳連續拳法 夠笑 現在把後腿打到了圍繩角 看趙傳林能不能抓到機會 趙傳林是種拳擊式的組合拳 也顯示出了出來自由拳 是 雙方第二回合 雙方 我看趙傳林是在虛晃這球 但是鶴彪呢 又沒有足夠的信心 在做出強烈的進攻 對 雙方陷入一個僵持的階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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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都在找更好的辦法 但是在想辦法的同時呢 就會讓這個場面呢陷入一個比較尷尬的局面 對 對 對 我們看啊趙傳林這個從步伐進行動的角度上來講呢 比較重複 這個趙傳林聯繫的這種不斷的上勾拳 給這個鶴彪來的 對 造成了很多這個 很大的影響 對 我們看趙傳林移動步伐不是單單的只是前後的移動 不斷的展現 鶴彪把趙傳林舉入圍繩腳 這是趙傳林的一個戰術場的一個失誤 我們看趙傳林在移動步伐的時候始終啊 不會讓自己的身體啊面對鶴彪的正面 這樣的話鶴彪打起來的時候會 這個技術的包括這個角度會非常方便 你看趙傳林一直在 你看他在向鶴彪的身體的兩側移動 這樣更有利於趙傳林的進攻 趙傳林還是正在自己的步伐來這個 找一個角度 是的 但你反觀鶴彪你看每一次進攻完之後都會站在原地 等待鶴彪的反擊 這是後燈 但是力道不足 有啊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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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生活 成在不同的手舞一样的不色 好 第三局 赵传令的拳法的反击也相当快 其实这种打法 会不会让自己身体 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因为自己一直像 说白了像一直在哆嗦一样 然后肌肉一直处于 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赵传令在移动步伐的时候 实际上是除了给这个贺标 造成上 造成一种判断上一种干扰 在移动步伐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 移动步伐的时候 是身体是确实比较放松的状态 虽然说他在不停地动 不停地消耗体能 但是这种从心态上 包括自己细肌的这种肌肉的调整上 还是比较放松的 这里是左 油量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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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双方进入残高管线 第三局 这个贺标面对赵传令的 这个不太移动的步伐 并没有表现得像前两局那样 呃呃呆在原地不动 嗯 反倒地在跟着这个赵传令的步伐 不断地拉近距离 是的 停 但其实这个贺标虽然对赵传令的这个打法非常了解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意志赵传令这种打法 呃呃呃呃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啊这个这个背手是很好良的打法 但是从身体执行上才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和片期间的这种呃好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具理想的一个状态 议论和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 是的 一个后手的赢技非常准 双方再次处于一个惩暴环节 贺标刚才抓住赵传林的正动腿之后 试图破坏了重心之后 做一次反击 但是赵传林在重心失去平衡 上下用全手撑住了贺标 这个他是想拽出他的单腿 然后往前 往后拉 然后往后侧方一拉 然后这样的话赵传林可能会 就会做这个身体上的一个 重心的一个失衡 这个时候赵传林 没有倒地的一刹那 做出攻击的话 伤心力很大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 这些战机还是要把握得非常精进 对吧 我怕现在赵传林是非常的灵活 但是贺标是紧追不舍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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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有贺标这种非常严重的打法 也就是赵传林 是在寻求跟赵传林进行阵地战的这种状态 哎呦阵地战贺标果然有勇气 受胸了 对谁的护齿掉了 好现在这个贺标已经有点晕了 贺标有点晕了 刚才在互相换拳当中 一号 上 我看 场上这贺标的护齿 没有完全带到嘴里的时候 裁判就可能没有注意到 对对对 开始了比赛 两位选手都十分的勇敢 坚持到最后 到底谁能够登上荣耀的宝座呢 一号裁判28比30 二号裁判28比30 三号裁判29比29 本场比赛篮放 词費 一下 词 我们下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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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期词 我们下期词 说是吧 在全迷的阴阴气扮中 赵传林敖战三局 赢下了这场硬仗 今年是2017年的第一场比赛 可能还是没有进入太好的状态吧 没有放得开在场 没有放得那么开 心里想找找感觉 对 面对自己的对手 赵传林认为 他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我的对手 其实是中国打得很好的 比赛以后打得很好的 打得很漂亮 赢得了比赛的赵传林 并没有马上庆祝自己的胜利 而是在第一时间 总结自己在比赛中的经验教训 失误 他总说找出问题才可以提高自己 我感觉我的临场反应吧 我临场变化比较多一点 我会加强我的技术方面 怎么样 可能是要慢慢的来磨吧 自己的技术 慢慢练 这个不能及得 而是希望自己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看到自己的成长 打得更好 请大家多多关注俄眉传奇 多多关注赵传林 一场比赛一份经验 慢慢累积 慢慢成长 我们相信赵传林一定会在俄眉传奇的舞台上 阵放自己 首先登场的这一位是来自泰国的实力选手 他今年只有23岁 非常年轻 不过他已经获得188战 158胜的飞龙成绩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 来自泰国的全台巨蟒 孟兴姆纳斯 你以为我只会打拳 却不知我跟乐爱生吼 教呗 你好 我叫王清 来自泰国 八十人 打拳 每次中国话 一个都不能少 我要毛肚 鸭腔 脑花 肥腔 药花 麻辣牛肉 不只做全台上的王者 更要做人生的人家 来 我们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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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Blue Cloud 从泰国 Kiai 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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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与我们泰国的芒芯对阵 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一位拳王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红方选手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奥迪奥 今年23岁的奥迪尔 已经有五年的比赛经验了 曾经获得过亚洲自由搏击比赛冠军 世界泰拳比赛季军 然而在他自己的国家 拳击比赛十分有限 这促使他时常来到中国比赛 这些砍击赫封特 обычно I will make some noise But I'm done with the front I'm popping the trunk I'm pressing the button No sudden I'm dumping and popping the pump Supping the trunk I'm flying like onions With a gun I am gifted Back up before I will happily lift Popping the cap in the back of your cab Lift your hat My ass I'm malicious Mommy backed up It says Tick Let it go Mommy传奇做自己的英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川卫视 与四川汉文文化联合打造的 Mommy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 新枪战的比赛 我是东尼 我是董张超 本场比赛是六数公斤级 自由搏击规则的 世界王者选拔赛 同方选手是来自 塔吉克斯坦的奥迪尔 蓝方选手是来自 泰国的蟒星 蓝方选手蟒星 去年曾经是我们六十五公斤世界冠军赛的四强选手 对 而且在晋级四强的过程当中连续暴冷击倒数阶 很多位世界名将 是的 而且这个他跟喜马尼最后的对决上是在加实赛当中赋予喜马尼 而且前三回合是相当精彩的 而且前两回合 蟒星给新马尼造成了很大的重击 是的 一度让现场的观众认为蟒星就要拿下这场主赛了 对 所以蟒星今天 今年在这个俄美传奇的擂台上在六十五公斤级重新弃航 看看今年的最后的金腰带获得者会不会是这个选手 是的 刚刚现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蟒星有一个亲友团 他们在今天早上五点从重庆出发 一路赶到西昌七百五十公里 为了专程来给蟒星助阵 绝对是最忠实的粉丝 是的 他们的粉丝的年度相当大 也是他们这个资助让蟒星可以就非常安心的在中国的搏击擂台上发展 蟒星在中国拥有超高人气的一个原因 对 两位外国籍的选手代表中国同时都代表中国的这个博军俱乐部进行比赛了 对 其实这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中国的博军俱乐部 博军俱乐部 博军俱乐部 我们讲国际和国际 对 虽然说我们现在我们作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在我们中国进行比赛 中国的观众比较喜欢看到自己 哦 熟悉的中国选手进行比赛 但是随着这个博军俱乐部比赛的世界化 国际化 嗯 很多来自于外国的一些 打得不错的一些 国际明星 会拥有很多中国的粉丝 比方说像波球 是的 亚三克莱等等这次 这个红包选手奥迪尔 他也是曾经打过很多泰国名将的 比如说诺鹏 对 所以说他对于打泰国这种高手 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但现在从局面上来看 完全比赛节奏控制在马新的手中 是的 好 双方机 第二回头往新 先发决 对 在本次这个俄门全级比赛当中也有很多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赌赛是吧 我觉得中国自由搏击这个赛事发展的这个趋势 有可能会像现在的美国的华尔街对全世界金融人士 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追股对全世界这种创新的这种人士来讲 中国的自由搏击可能会像他们一样做一个吸引全世界优秀的搏击人才到中国来生活比赛的一个状况 对 其实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境界是一种融合 是的 对 我们波及的市场就是要融合世界上所有的高手 然后来到我们中国的擂台上 是的 一决高下 现在场上完全是融星的局面 对 左右后手连续命中然后晋身之后这个奥迪尔抱头防守的时候 融星的吸法连续的吸击又非常奏效 这时候打的这个拉巴我们看场上这个奥迪尔完全没有一点办法 是的 被这个融星固定 可以说在俄门全级的擂台上我是重新认识了融星这名选手 他变得特别成熟 沉稳 然后散发的一种责任感 就知道就说东老师有没有发现 我从技术角度来解读 融星一开始打法还是比较典型的态势的打法 有一点很难适应自由搏击这种擂台 但是随着融星在隔壁传续内战上越走越远 你会发现他这个欧美的这个踢拳系 包括拳击系的散打系的 以及纯泰拳系的选手比赛的时候 这种打法越来越趋向自由搏击打法 越来越能适应这个擂台 其实你还是想表现出这个融星 他非常 很早 对 愿意学习 然后融合更多的技法来说 丰满自己 对 继续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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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好 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 就是一边倒的局势 但是我们看奥迪尔 最后十秒的时候预避袭击 我们看独秒还能站起来吗 这是一个差不多压哨的一个袭击 是的 我觉得不行了 不行了 对 马星在第二局快结束的压哨的一刹那 直接击击对手奥迪尔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蓝方选手第二局2分57秒 在临近我们第二局结束的倒数三秒钟时 击击获尘 谢谢大家 厂65公斤级超级战 最终以莽星的KO落下了眉目 莽星对今天的发挥非常满意和开心 很开心的 现在打赢了 今天顶期顶到了两下 他就扑起来了 在全台上充满狠劲的莽星 在台下马上就恢复了他呆猛的性格 现在在重庆训练的莽星 已经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介绍起了重庆美食 吃的火锅 很好吃的重庆 莽星在重庆训练生活 也结交了很多重庆的朋友 这次比赛 他的好朋友还专门从重庆港来 为他呐喊诸位 朋友对我很好 关系很好的我们 今天他们来了二十几个人来看我 作为泰国拳台的希望之心 莽星已在和美传奇的内台上 征战独死 他在一步一步地成长 相信有一天 这个可爱的大男孩 终会破片成绝 展翅分享 接下来即将上场的这位选手 非常的年轻 他目前的比赛战绩是15战 12胜 5次KO 而且这位选手在俄媒传奇 之前的比赛当中 成功地战胜了俄罗斯的猛将 而且登上拳台的拳手都有一个霸气十足的外号 接下来让我们有掌声 有请出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小恐龙 李深深 你有没有为了一个目标而折磨过自己 我现在正在训练的路上走着呢 每当你想要放弃 硬是催促着你 来吧 再坚持一分钟 73公斤减到64.4公斤 十天的食肥 皮下脂肪已经是没用了 就是所以说运动员真的是在幕后 招收了很多 对 付出很多钱 当时到比赛来的 对我来说是年轮中最大的痛苦 减了将近20斤 当时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没有想到我能顶过去 就让明星保持身材一样吧 我们打多少公斤鸡 就要把自己的体重 控制到多少公斤鸡 这也是一种专业精神吧 没错 当今社会 一个人的品格和血性 都可以投射在她的专业精神中 磨皮血骨 李深深似乎很想冲破牢笼 我们觉得 是她的毅力 催生了她的羽毛 如今 她的全身都在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那么今晚 李深深 你还能带给我们血脉 喷嚷的表演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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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 请务力 这就是 中国的蜜蜜蜜 李深深 对阵的红方选手 在最近几场国内外的比赛当中 已经获得了七项冠军 他现在的战绩十九战 只有两次落败 看来实力非凡 而且他的外号也是霸气十足 让我们有请红方选手 中国的战神 卢俊 没有错过 我不会再犯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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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眉传奇做自己的游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与四川汉文文化 联合感觉的俄眉传奇世界格斗军赛 西昌战的比赛 我是东尼 我是董江涛 本场比赛是65公斤级自由国际独队的世界王者选拔赛 红方选手卢俊 蓝方选手李申申 这就是一场中国选手之间的较量 这个在2016年度啊百战拳王辛玛尼摘取了俄眉传奇65公斤级的金腰带 而今年2017年俄眉传奇全新启航65公斤级世界王者选拔赛 也就是现在这个赛 比赛呢 将是俄眉传奇的主线贯穿全年 预计呢将有64名选手65公斤级的选手来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最终角逐出一个金腰带的冠军 对金腰带的获得者 双方在这个围上角啊 现在是拥动拳法的护拼 是的 好 好 我们看红方选手卢俊呢 给报告上看还是典型的态势的打法啊 这个啊李深深的腿法真的是相当快啊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低扫腿直接把这个卢俊 踢倒在地 踢倒在地 但是双方现在场上表现还显得相当的这个冷峻啊 比较冷静 对 这个卢俊呢 这个下个月将参加全国泰拳锦标赛 然后他也是世界泰拳冠军园兵的弟弟 师弟 是国家队的同门师兄弟 对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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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сть 好 collaborate 好 好 我自己也说这场比赛的状态 要比上场比赛好很多 赛前可能上一场赛前调整的不是特别好 对 我记得上一场赛前它降了13公斤 所以说这个降重的幅度过大 说到这个降重 是我们每一个搏击运动员 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尤其这个是新年刚过 运动员们都回家过年 这个体重都有点上浮 停 1 2 3 现在是第二回合 一个是泰式的自由国际打法 一个是反打式的自由国际打法 对 这个李先生相对比来讲就更加灵活 然后卢俊呢相当就是硬朗 但我们看现在卢俊呢 这个都对整个场面上的把握啊 相当的娴熟 而且距离把握控的特别好 是 这个卢俊呢就是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选手 也是自己的家庭条件有限 但是这个在平时的训练当中都可以保质保亮的完成 然后呢他这个性格特别好 他这个教练就圆磊说 他那个圆磊的女儿经常会跟爸爸说 那我要找卢俊师傅去玩 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硬汉的这个背后还有一些柔情的一种 很柔的一种 我们现在看卢俊的距离也长得非常好 而且虽然每次李生生的进攻都比较主动 但是卢俊呢你看后侧的防守啊 嗯 拉得也相当的合适 而且反对机会也到位 这个卢俊现在一定要对这个李生生的腿法进行一些防守 特别是后头的低扫 对 后头的低扫 其实这个说卢俊是一个打法非常聪明的选手 我真的是相信了 因为第一回合他确实是不太占优势 但是他第二回合马上就调整自己状态 知道这个比赛应该怎么打了 经过第一次的试探啊 第一局的试探 发现卢俊可能在第二局打法上做了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距离上把扩 以及对于整个这个进攻的节奏 我们看卢俊现在在不断的每一次啊 还去防守反击这种打法 现在卢俊有点捕绝着李生生 李生生因为在这局的前半局啊 每一次的动作都会落空 因为距离把握不到 然后呢都会遭到卢俊的非常合适的这个反击 所以现在我们看 李生生是要做一些调整 不要再做过多盲目的这种进攻了 所以这个时候 而且现在从场合的局面来看 卢俊一直把李生生控制在这个维生边内 有限的这个空间范围内 有很多技法这个李生生就是无法施展出来 因为这时候李生生虽然说你不出动作了 因为你每一次 可能作为李生生来讲 每一次的进攻都会被遭到强烈的反击 然后不敢再 没有过多的信心再做主张进攻 这个时候 李俊呢并没有说继续保持这种后撤的这种态势 而是翻脑你不进攻 我就向前主应的压迫你 给你制造更多的压力 然后现在李生生频繁的动作落空 这时候要沉住气 马上就到回合间休息了 一定要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怎么来用这些三回合 好 第二回合结束 好 比赛来到第三局 我们看通过第二局的动作 刘俊的做出了合适的这种战术的改变 到第三局 李生生能不能够改变这第二局的时候落下的一些劣势 所以要看李生生在这个休息之间怎么调整 不知道他这个场边的教练 有没有给他支一些招 好 前手摆拳直接击倒 3 3 3 5秒了 而且倒到回合 没什么之外 我相信这拳相当重 7 卢俊还可以继续战斗吗 不行了 不行了 好可惜这几个场面 真是一个意外 真是一个意外 对 好 各位 本场比赛最终结果 第三局 蓝方选手26秒 KO 火 这一场65公斤级超级战 终于 这一场65公斤级超级战 终于落下帷幕 两位拳手为拳迷们带来了一场 视觉盛宴 蓝方拳手KO 获胜 赢得了胜利的李生生 面对自己今天赛场上的表现 第一反应竟然是意外 今天表现很意外 感觉意外 意外 因为赛眼准备没有准备充足 所以这场胜利比较意外 对我来 对于自己的对手 李生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手的泰拳比我练得很好 大概因为他的比赛经验比较多吧 所以比赛经验我不如他 新的一年 新的目标 李生生在2017也许下了自己的愿望 我去看了去年的65的冠军战 水平大概都已成了 所以我下次要想达到17年的冠军 所以我要加密努力训练